客运驾驶超时工作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台北市劳工局最近调查了八家业者 发现国光客运跟豪泰客运这两家业者不合格 其中国光客运违法让他们的司机一个月工作97个小时 甚至有人连续上班了16天都没有休假 明显违反劳机法 上个月有位统连客运司机开车上高速公路 没想到半路心机梗塞 他强忍着痛苦把车子慢慢停靠路间 救了车上31名乘客 但自己却不幸丧命 类似像这样工作超时猝死案件实有所闻 台北市劳工局日前机场小区内八家客运业者 结果发现有两家不合格 其中国光客运让司机超时开车 而且休假不正常重罚12万元 实际的这个司机的工时已经达到97个小时 那这个情节是比较重大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是每七天要休一天的 这样国定那个立假日这样出钱的状况 那也违反了这个规定 他实际上连续工作16天 劳工局表示一般客运司机的开车时间很长 如果长期超时工作 对司机本身健康及乘客安全都会造成威胁 因此劳机法规定 每月工时不得超过46小时 但国光客运却连续五次被查到违规 所以才会给予最重处罚 而另外一家违法业者则是豪态客运 因为假日加班今天没有正常发放 被罚款6000元 业者说往后如果遇到年节假日 会临时请要游览车驾驶来做支援 尽量不会让客运驾驶超时工作 而劳工局也强调 不合格的业者已要求限期改善 也会择期再进行复查 直到改善为止 记者来说明徐启峰台湾报道